作词 李宗盛 尊敬的各位泰河村的街坊 朋友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孝道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是清朝的一位汪道鼎先生 他写的一本书叫做《座花治果》 这本书里面记载的一件真实的事情 讲的是在江西有一位书生 这个书生很懂看风水 有一次他看到一块地 真实叫做风水保地 他就想这块地 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受用的 就是你没有那个福 即使是这块地给你 你都受不了 就是福不够的时候 反而不是好事 这个书生就在想 哪个人有这个福 可以受用这块地 这块地如果是安葬 祖先父母 将来他的儿孙必定是大法 后来遇到一位姓肖的人家 这个肖老先生是一位老实忠厚的人 当然这位肖先生是因为他有这种德 那这个书生就想 这块地可能给他也是对的 所以才跟他说 有一块风水保地 你不妨把它买下来 安葬你的父母 那你以后子孙会发达 那这个肖先生呢 因为知道这个书生看风水很厉害 所以就很相信 因此就花了重金 将这块地买下来 而且这个书生呢 帮他去找那些农雪 能够教他在哪里 来画这个墓地 一切的安排都搞好了 那这句书生呢 又提醒这个肖老先生 说这块地啊 如果不是厚德的君子啊 是承受不起的 你固然是一位忠厚的长者 但是天意难測 我们还是怕违背天意会有大祸 不如呢 马克呢 马克呢 在这块地里面 住一晚 耶稣一晚 看看呢 如果是 你应该得到这块地呢 你一定会很平安 如果你呢 不应该得到这块地呢 马克一定会有些异常出现 那这个肖先生呢 于是就 晚一天 马克 带着他的儿子 在这个地里面 找了个东方 嘱下 铺那只 然后在地上 那便住一晚 现在到了三更半夜的时候 突然间呢 就听到 那个人马的声音 很吵声 那 没多久呢 原来一队的军马 就来到面前了 前面还有那个军士在那儿 声音哟哼 接着 后面就有一个 很高大的官员 骑着一个高头大马 一下子像船风一样呢 就到了这个时下 然后大声哼哼 是什么人这么斗胆 占用何孝子的地呢 把这个人拉出来 结果呢 两旁的军事 就把这个父子两人拉出来 那这个肖老先生呢 当时呢 当时呢 吓到呢 魂飞拍散 啊 看到这个 神人呢 啊 就 一直在那儿叩头 在那儿借水 啊 我哪有敢来 佔用这块地呢 只不过是啊 晚一刻呢 我来这里 住一晚呢 啊 看看呢 这块地啊 是否呢 适合我啊 啊 如果是 你说啊 应该是给何孝子的地 我呢 就很欢喜啊 啊 这个 那这个官员呢 啊 啊 啊 听了这个 蕭露先生这么说呢 啊 啊 这个面色就比较好看一点了 啊 啊 然后跟他说 啊 看你呢 还有一位啊 忠厚的长者啊 啊 所以呢 啊 啊 你呢 一定要好好地待这个何孝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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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遇到你的身为包装 啊 那么呢 啊 啊 那么呢 啊 那么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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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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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不见了 离开了 到了天亮了 这对父子回来 障碍刻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撒地说给书生听 即是风水先生听 决定去找何孝子 何孝子是谁呢 只知道他姓何没有他的名字 到处暗中寻求 结果有一天 这个书生 风水先生 独自在郊外游行 天色已晚走到一个镇上 结果落在倾盘大雨 于是就在一家米店的廊下来避 这个时候就看到那些米店 卖米的商店 这个米店里面有一个冲 中米的工人 很努力地在那里冲米 是一个年轻人 这个师生觉得有些奇怪 为什么到了这么晚了 这个人还在工作 不休息 于是就问他了 这个少年人回答 我家里有一位老母亲 他一定要吃肉才能够饱 我一定要晚黑 多做些工 赚些钱 来奉养我的老母亲 那书生就问他 你姓什么 他说我姓何 这个读书人 心里面就想了 不非这个就是何孝子 于是就为了探明这个实情 就跟他说 自己在家里住得很远 回家下雨又不方便 可不可以在你家借宿一晚 这个少年就非常爽快 就答应了 这个书生就拿出五钱银 给这个少年人 请你和我办一个晚餐 我这些钱 去和我办一些酒肉 那这个少年人就说 一餐饭不用那么多钱的 你能够不舍弃在我家里住一晚 我应该款待你的 怎么需要你付钱呢 很厚度 那书生一定要他收下 最后推来推去 这个少年人就收了一钱银 为这个客人买酒买肉 在家里来款待书生 这个少年人家里很简单 一看就是一个贫穷家的人 家里面只有两间房 那个内房 是被他老母亲住 外房是这个少年夫妇两个人住 这个少年和这个少年 这个青年和这个书生说 他说 我家里比较窄小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就跟你在外间一起住 我的内人和我的老母亲住一间房 这个书生说 这个书生说 他说完之后就进去 这个书生就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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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个少年究竟如何孝顺他的母亲 原来看到这个年轻人 在这个内间和他的太太一层 在他母亲左右来服侍 一边为这个母亲夹送 一边和颜月色地和他母亲来聊天 说自己白天在街市上遇到什么事情 看到什么人 说了什么话 为他母亲来解门 看到这个母亲一边吃 一边笑容碗面 听得津津有味 好了 吃完饭了 这个少年又把饭菜收了 拿出来 然后跟书生说 先生 你远行辛苦了 你先睡 不要等我 说完之后又进入内阁 这个书生继续在偷看 看看他们在里面究竟如何来服侍他的母亲 看到这个少年人在他母亲旁边坐 跟他按摩 脱骨 跟他聊天 然后跟他聊天 然后他母亲听到差不多一刻 他开始眼睡了 跟他母亲解开衣服 甚至服侍他小便 他的太太也在旁边一起服侍 一点眷色都没有 最后将他母亲服侍睡下 听到他母亲慢慢已经睡着了 打起鼻寒了 这个时候 两夫妇先准备休息 这个少年人就轻手轻脚地出到外面 害怕吵醒他的母亲 这个书生看到这个少年人 这样的行动 非常之佩服 就认定了 这个一定是天神所说的学校字 这个少年人出出来之后 这个书生就跟他聊天 就问他 说你父亲已经过世了 你父亲过世多少年 这个少年人说 父亲过世四年了 说着说着就哭起来 他说我是不孝 自己和别人做聪明的工 只有能力奉养自己的母亲 但是至今都没有能力 安葬我的老父亲 这个书生看到这个少年人 这么真诚 就和他安慰了 你就不要悲伤了 我认识有一位肖老先生 他有一方的吉地 你如果觉得合适 我就请这个肖老先生 赠送这块地给你 使你能够安葬你的父亲 我愿意为你父亲出这个安葬费 这个何少年听了之后 他就很惊讶 他说先生和我素不相识 你这种大礼我不敢受 否则说这块吉地是有主人的 人家不一定肯 这个书生说 你不要忧虑 所以我认识这个小老先生 非常乐于报仕 很乐于成人之美 他如果能够听到你 这样的孝行 一定是很乐意来帮助你 你只要在这里等我三天 我一定带他来见你 大家聊到一会儿 就认识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 书生就睡醒了 结果发现何少年已经起了身 不见了人形 等到天都光了 这个何少年捧着一个碗 从外面回来 书生就问他 你去了哪儿 这个少年人说 因为我的母亲很喜欢吃汤圆 我四更天就入厂 去买这个汤圆 因为往返二十里 所以很早就出了门 这个书生听了之后 更加赞叹何孝子 那书生辞别了何孝子之后 就回去跟这个萧老先生说 这个孝子如何孝顺他的母亲 非常之感动人 这个萧先生很欢喜 他说既然是天神说 我这块吉地应该给这个何孝子 哪个都不可以赚为己有 既然找到这个何孝子 我一定奉送 于是呢 就跟这个书生一起去这个何孝子的家 这个已经是三天了 那两位去到这个何孝子的家 还没入门 就听见里面呢 这个夫妇两个人在那儿痛哭 进去之后问究竟发生什么事 原来呢 这个何孝子的母亲 就是前一天 因为突然间 染了疾病 医治无效 已经身亡 这个萧老先生 非常之怜悯 这个何孝子 所以 于是就发生了 出资 为这个何孝子 买这个棺材 安葬她的母亲 而且呢 将这块地 地契都给了这个何孝子 那么这个书生呢 也都 按照原先的承诺 出这个安葬费 所以 就将他何孝子的父亲母亲 都撞在一起 所有事情办好了 这个何孝子呢 有一天 夫妇两个 就去到萧老先生那儿 登门 来拜祭 就请求 愿意来这个 萧老先生 这个 家里面 做长工 来还这个债 萧老先生呢 他就跟他说 你智孝感动天地 是天神跟我说 这块地下应该是你 我怎么敢 贪天的功劳 我自己 能够有这个机会 能够赠送 供养给你 都是我的福度 你这个孝子 我能够和你交上朋友 都已经很幸衡了 为什么说 要你来做长工呢 你如果不嫌弃的话 就来我家一起住 我们等于一家人 于是呢 就将何孝子 接到自己的家庭里面 所有的生活费用 这个萧老先生负责 那这个何孝子呢 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就为这个萧老先生 做这个出纳的总管 过了一个多月 这个萧老先生 就对这个风水先生说 当初呢 那个天神呢 就答应过我 说不是这个何孝子 遇见了父母亲之后 还要和我找一块吉地 那现在应该呢 要去找了 那这个书生就说 我去帮你去找一找 看看哪里有风水的宝地 相信你这样发生 来帮助孝子 你的福报又有很大的增长 一定能够找到的 结果呢 这个师生呢 要很努力 到处呢 爬山啊 过水啊 去帮他找一个风水的宝地 终于有一天呢 就看到有一个 所谓的真龙 这种宝地 龙月 看见了之后 于是呢 就趕快去跟这个蕭露先生说 蕭露先生呢 也都用重金 把那块地买下来 感谢这位书生帮助 那位蕭露先生 拿出一千两黄金 籌借这个书生 那位书生呢 也都是很有德行 他说 我不应该要你这个大礼 我能够呢 协助你啊 完成一桩功德事 帮助一个孝子 完成他的这个 心愿 也都是天神 欢喜的 那我呢 也都等于是 除喜功德 怎样可以收你的这种大礼呢 你这一千两黄金 不如就拿去 勾制贫富人间 所以等于是 这个书生 和这个蕭露先生 又一次可以帮助 众人的一个功德 那 后来 你三家人 结果怎样呢 这个书生 就是这个风水先生 回到家 因为他很有学物 他就上京去考试 结果呢 就考取了进士 进士呢 在古时候 就是一种学位 等于最高学位 然后呢 然后呢 举人 然后呢 举人 然后进士 就好像我们现在说的 大学呢 学士 就是石士 石士 博士 尽士等于最高学位 是国家来供养的 他想做官 国家都可以封他做官的 这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一种学位 那这个蕭露先生呢 因为做了这件好事之后 将他自己的父母亲 就撞在这个吉地那里 第二次找到这个吉地 那果不然呢 一家人呢 就越来越富裕 在当地的地方是首富 而且呢 这个蕭露先生的儿子 后来也都是考取了进士 进入了汉林苑 那这个何孝子呢 他的后代呢 也都是非常之发达 他的孙 当时是朝廷的探发 要知道啊 探发是进士的 这个前三名所谓庄园 绑眼探发 这个是皇帝亲典的 而且做官做到 礼部尚书 尚书就是部长 礼部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教育部 古时候的教育部 他的这个地位 是所有部门里面最高的 仅此宰尚 宰尚如果是这个位空缺出来 是由礼部尚书去顶尚 当时呢 这个何孝子的孙 也是当代的名神 那后来他的曾孙 亦都是这个解缘 解缘就是举人的第一名 亦都是入了汉林 做了这个典学院的主校 那这个何家 肖家 两家人 在当地都是成为了最富贵的 而且 子孙也是发达的 家道非常兴盛 这个故事呢 讲完了 历史上真实的故事 从这个故事 我们看出来 真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时不报 时候未到 我们如果能够真正去修德 去行舌 最后结果一定是最好的 而且是天地无有力 这个所谓的风水保地 其实不需要自己去找 你看这个何孝子 天神都帮他找好 他自己没有钱安葬 他自己的父母 由人来主动地供养 这个是什么呢 因为有这个德 有这个德就有这个福 德最重要 最根本是什么呢 就是孝道 所以孔子在《孝经》里面说 父孝 德之本也 所有的道德里面 这个是根本 人有道德就有福报 有福报 就一定可以转变命运 原来是贫穷下战 就变成富贵 原来呢 有种种的不顺意 就会变成苦安 所以俗德是最重要的 所以俗德是最重要的 这个风水啊 乃至你的命啊 你的上啊 都是你自己的德所感召 要在这个根本上面呢 去学功夫 从行考开始 好好地孝顺父母 你自然呢 就得到无穷无尽的福报 就能够 一切世间的人都敬逐你 一切的天地 鬼神都互念你 不需要去求天求地求神 他们主动来帮助你 所以希望呢 我们街坊论里 我们的各位朋友 一定要在里面呢 吸收这个 里面的这个智慧 真正的好好行考 而且能够 将这个考度的这个风气 带起来 你看看 何孝子的自己行考 自己有福 那么这个肖老先生 护持供养孝子 他自己有福 这个书生呢 在旁边协助 穿针引线 发掘这个孝子出来 他也是有这个福报 所以我们如果是见到 真正有人行考 我们大力向他宣传 我们都会有福报 共同将这个考度的风气 在这个社会上提升出来 今天一定能够得到 郭泰明文案 乃至风潮与顺 一切灾难就不发解 这个功德 无两无边不合适 今天跟大家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